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一首新曲,叫华传歌 在开始这个以前呢,我们先强调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就是说这首曲子整个就是在五个手指之内的 就是说五个手指,每个手指管一个剑 一二三四五,五个手指 不要移动的,所以不牵涉到任何的指法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这首歌呢,我们已经换调了 那么就是说手的位置在键盘上不同 以前我们学习C调的 那么以前我们都学过C,D,E,F,G,A,B,七个调 说每个键开始,C调是从这个音开始的 那么说,它的音阶就是应该 全都是白键 这首华传歌呢,是低调的 低调的呢,在五线谱上面体现的就是两个声号 也就是说,如果是我们以D开始C,D,E,F D开始这个音阶多的话 那么第三音和第七音是黑键,要升高 好,大家来听一遍 那么这两个声号,这两个在原来基础上升高的半个音 这个就是低大调 现在怎么形成这种低大调 这是一个乐理和音乐理论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不强调 如果大家有兴趣听的话 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可以强调一下 今天我们来学习华传歌的第一、第二小节的右手部分 很简单,大家跟着我来就是了 大家要注意的是,因为是在五个音之内 那么第七音的这个黑键,我们基本上可以省略了 那么第三音上的黑键,我们一定要弹三音 不应该弹这个上面,而且要弹这个上面来 那么我们首位开始,就是从D上开始 两个黑键中间这个键是D 从这个音,我们用第一指来弹 用大拇指来弹 大家先听一遍 好,大家注意看啊 这个第三指,我们是管在黑键上面的 一定要注意,第一个不能弹白键 好,下面大家跟我一起来弹 准备,开始 第一句,第二句我们就弹完了 这首歌的整个曲子呢,我先录过一遍 已经放到网上去了 大家就看,这个叫做华传歌的示范篇 就是说,从头到尾,左右手 我弹了一遍给你们听 你们如果是要多听那个的话呢 就可以感受到这边的第一句 第二句怎么弹好,怎么一个感觉 可以借鉴 好,现在我们来弹第三遍 准备,五指在A上面开始 每个手指管一个键 中指管黑键 准备,开始 三遍 好,三遍我们弹完了 下次我们弹的时候呢 就学习第一二句的左手部分 第三次课的时候 我们把一二句的左右手合起来弹 成就这样的 整个这个曲子我们准备六次课 那么,第四次课的时候 就是右手的第三第四句 然后就是左手的第三第四句 然后再合起来的第三第四句 好,最后我们再弹一遍 好,第四句 好,第四句 最后一遍我们也弹完了 我要求大家的呢,就是说 大家要弹,一定要弹熟的 右手要弹到,想都不要想 就能弹出来 不管边上有没有人听你弹 一定不能错 就是说,有很多原因造成 哦,你弹不流畅 是因为别人在别人听 你就紧张 所以说,这两句呢 你要练在任何情况下 就是说,你不紧张 你要录像 要弹给别人听也好 一定在紧张的情况下 也不能错 这就是我的要求 好,谢谢大家 再见